石板明夫,就事论事,点评天下,说三道四 今天呢,我想讲一下 日本的钢铁龙头 为什么要终止和上海宝山钢铁厂的合作 前几天呢,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 日本日铁突然宣布呢 要终止和上海宝山钢铁厂 长达50多年的合作 基本上呢,就是渐渐退出中国市场 这件事情呢,在日本反响非常非常大 基本日本所有的媒体呢,都以很大的篇幅 报道了这件事情 日本制铁和宝山钢铁厂合作呢 是1970年代的时候 日本的,不管是外交还是经济上的 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 象征着当时的日中友好 也是日本的对外这个合作的一个非常大的项目 今天呢,它这个终止的话呢 大家感觉的好像一个时代呢 已经渐渐远去了 有各种各样的评价 比如说呢,日本的共同社 就说呢 1978年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 作为经济合作的象征 日本制铁提供的技术 对中国钢铁产业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日本制铁接受了中国政府的邀请 对上海宝钢的建设提供了支持 台湾的这个中广新闻网说呢 随着中国的电动车产业的崛起 日本制铁的主要客户 也就是日本的汽车制造商 在中国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因此呢 日本制铁要改变投资计划 将资源呢 集中在美国和印度 台湾的中央社引用日本媒体的报道说呢 日本制铁内部呢 其实也有声音说呢 在中国经商本身就是有风险的 对于人口减少的日本呢 这个今后要逐步进行首饰的经营结构改革 对于这件事呢 我想从三个角度评论一下 第一呢 我觉得是以政治主导的经济交流的时代呢 渐渐远去 这个当年呢 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 最需要日本的技术和资金 当时邓小平访问日本的时候呢 就拜访了日本制铁 日本制铁呢 当时叫新日铁 当时邓小平去拜访这个新日铁的时候呢 呃就是 邀请这个到中国去投资 希望呢 日本能够帮忙 呃后来呢 日本的经济界和日本的政界呢 都觉得促进这个日中友好 呃就是 答应了要求 决定这个日本的大量投资中国 当时呢 这个邓小平呢 和这个日本的福田舅夫首相会谈的时候呢 他说了一句他说啊 日本人也把穷人当做朋友 真了不起 这个穷人的就是中国了 可以看到当时呢 中国有多么积极的希望 那个日本能够帮助中国的进行现代化 那么当时这个怎么说最大的工程 就是日本制铁呢 去帮助这个宝山钢铁厂 据说呢 日本前前后后派了一万名员工 去中国这个帮忙 把这个钢铁厂从一步步开始制造起来 当时的就有各种各样的佳话传出来 日本有个不明的作家叫山西风子 他写的小说叫大地之子 大地之子 其中有很重要就是以这个 呃新日铁和宝山钢铁厂合资的 这段以舞台的写的这个小说 后来又变成了这个电视剧 在日本也是这个家喻户晓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故事 因为当时日本的不管政界和经济界呢 他们的很多人都是经历过战争那一代 他们对中国有一个赎罪的心理 所以他们也是希望无偿的 能够帮助中国的 尽量的经济发展起来 那其实当然是各取所需了 后来因为这个宝山钢铁厂呢 也为日本的钢铁业制造了很多的效益 占据了中国的市场 呃中国呢也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是一个双赢的 但是整体的合作呢 是由双方政府和这个主导的 但是随着呢 产业的升级和各方的变化呢 日本和中国互相需要的部分越来越小了 这种呢 当时被传为中日友好的家话的故事呢 已经渐行渐远了 那么第二点呢 呃随着时代的升级呢 钢铁为王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 当年呢 德国的这个毕斯麦首相呢 被称为铁血首相 就因为他讲过这个 要用铁和血来解决问题 那根据他的演讲呢 日本有句话就是铁即是国家 成为一个成语 这个在比我稍微大一点的日本人 和我们这一代 比如说大学毕业的时候找工作 像这些新日铁也是 大家非常希望就是能参加 因为这个很好的一个去处啊 也非常有人气 中国呢 其实也是非常重视这个钢铁业的 呃在这个1957 58年的时候呢 毛泽东推出大跃进 其实就是因为中国在这个 1957年大连钢铁 呃就是钢铁产量达到535万吨 然后毛泽东呢 要求在第二年的1958年 达到1070万吨 然后呢全国开始打连钢铁 结果就是农民不耕地 工人不工作 这个学生不上课 大家一起练钢铁 第二年呢 虽然1958年达到了这个1070那万吨呢 结果中国经济呢面临崩溃 后来就出现了大饥荒 饿死了好几千万人 那其实呢 也是毛泽东呢 想把钢铁产量拉上去 然后呢 中国快速这个变成强国的 有这么一个信念在里面 后来中国呢 在这个90年代以后呢 中国的钢铁成长是非常迅速的 早已成为世界第一 到了这个2023年 中国的钢铁产量呢 大概是10亿吨 已经是58年的100倍左右的数量了 但是同时呢 这个钢铁呢 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比较落后的产业了 现在呢产业在讲这个呃 比如说半导体啊 AI啊 这些是新兴产业 已经成为了这个经济的主流 那么虽然这个日本之铁 好像跟这个宝山分手了 但是说呢 其实宝山日本之铁呢 都已经在经济界的影响力 也是越来越渐小了 那么第三点呢 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的不遵守商业规矩 以及这个排外的成分呢 使外国企业呢 在中国呢 越来越难生存 虽然是宝山钢铁厂 它是完全依靠这个日本的 制铁的技术来建厂的 但是它多年 后来多年以来呢 一直偷偷的窃取 日本制铁的核心技术 不但是不付费 而且呢 严重的影响了这个 新日铁自己的业绩 新日铁忍无可忍 到2021年呢 去把这个宝山告上了法庭 这个当年的师徒呢 后来变成了一个仇人 加上这几年的 中国的反日现象 中国的排外现象 使这个日本制铁在中国呢 越来越生存艰难了 所以现在已经决定 跟宝刚呢 中断50多年的合作 那么我想中国今后 这种排外和各种 不守商业规矩的做法呢 如果持续下去呢 改革开放以来 进驻中国的各个外国企业呢 逐渐退出呢 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了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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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